人们都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这话放在火箭队的身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几个月前被他们扫地出门的林书豪 现在却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客 就算要花比当初高了快十倍的价格 火箭队要将它坚决签下 去年的12月12号 火箭签下了刚被勇士裁掉的林书豪 小伙代表火箭也又打了两场比赛 这上场的七分钟就又被抛弃了 在休斯敦待了还不到两个礼拜的林书豪 后来去了纽约尼克斯 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爆发 走红和成年 把肠子都快毁清的火箭 如今要吃下一颗后悔药物 他们为林书豪开出了一份 四年2880万美元的合同 据雅虎和ESPN的消息说 林书豪已经接受了火箭的报价 双方可能在7月11号完成签约 老东家尼克斯也不是完全没了机会 他们将用三天的时间考虑是否竞价 而尼克斯现在也不全是闹心的事 他们在今天已经和39岁的基德 达成了口头协议 小牛队的老将要去纽约打球了 据了解 基德的金金和小牛原来的报价类似 大约是三年900万美元